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来提供的PHP视频教程 我是朱亮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八章字不串处理 那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这个讲了字不串的格式化 这节课呢我们要操作字不串 看第二个环节 第二个环节拉过去 操作字字不串 好 我们读下 通常我们想查看字不串的各个部分 比如查看句子中的单词 或者一个域名或电子邮件分割成的各个组件部分 PHP提供了几个字不串来实现子功能 对吧 它的前沿 我们主要看这函数 函数有三个 其中两个是另一个的别名 这是猜猜算 这是组合 我们来看 先来看一下猜算 好 我们查一下这个 这个啊 XP 好 叫做切开字不串 切开字不串 它做什么用的呢 嗯 嗯 这边写的不够清楚的话 我们可以到这边 使一个字不串 分割另一个字不串 啊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还是比较重要 经常常用的一个字不串 demo7 切割字不串 对吧 比如用我的邮件切割 怎么去切割呢 首先先写上我的邮件Email 那看它的返回类型 它返回的是一个宿主 注意了 它返回的是个宿主 第一个呢 放上那个字不串 对吧 第二个呢 放上你要切 按照哪一个字符切割 yc60.com gmail.com 嗯 我们看一看 嗯 前 逗号 然后按照这个at来切割 好 最后它返回的是一个 我们打印出来看一下 你 这个字不串 按照这个at切割 就是把它切开来 切开它的两部分呢 应该是yc60.com和 gmail.com的两个 所以我们打印出来的时候 看一下 是个宿主 所以呢 你必须要怎么办 prate 好 这样就打印 呃 怎么了 切割 把它切成宿主 我们的顺序写反了 大家注意了 打印不出来了 对不对 顺序写反了 那么这边看一下 它是怎么说的 嗯 第一个 我们要包含的 边界分割 第一个 每个元素 第一个字不串 他们被字不串 如这个包含了 我们看看 它的说明在哪里 第一个应该是 它的分割的那个字不串 第二个是那个 原 原字不串 我们这边写下吧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分割 字符串 第二个参数 是要被分割的字符串 对吧 所以呢 第一个要写到前面去 这个逗号 然后 第二个是那个总的啊 一定要记住了啊 所以要查一下表 然后 打印的时候感觉不对了 来 你就去查一下 好 最后呢 就变成0 就是yc60 就是1 就变成gmail.com 他们是按照 at符号来分割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换成这个 O呢 也是的 因为这里有两个O 一个O 两个O 我们看一下分割 大家看一下 分割的时候 yc60.c m atgmail.cm 对吧 因为将m 将那个O 分割开来了嘛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at at只有一个嘛 好 就是分割 嗯 分割之后 它就变成宿主了 变成宿主的话 下面一个问题 分割出来 用过了之后 我还要把它组合起来 完了之后 我 经过 一轮什么 经过一轮筛选 比如说啊 当然这个筛选就被我不做了啊 筛 经过一轮筛选之后 还要重新组合 那怎么办 哎呀 中文字打不出来 组合 啊 呃 你已经做成变量了 已经变成这个字符 数 一宿主变量 对吧 只是说里面字不出来 那么你可以通过后面两个函数啊 后面两个函数 它不是一个join吗 但这个呢 已经来说是 别名啊 一般来说直接用这个就行了啊 它会将两个组合起来啊 它会将两个变量组合起来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 比如说 一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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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嗯 这个 例 WQ 不差P 对吧 好 这是个数组吗 我们现在将它组合起来 怎么组合呢 呃 做一个字不串 叫str 等于 impro的 那么第一个呢 你这边也要分清楚 到底是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 所以你要查一下 呃 第一个呢 是放什么 放那个组合的那个 按照什么符号组合 第二个呢 是 那个 数组 所以第一个呢 嗯 我们这边就怎么写呢 叫做 以这个连接符来连 对吧 第二个呢 写上那个数组 arr 就可以了 最后你就可以打印出这个str 好 我们看一下 加两空格 对了吧 立 连接 无奇 连接 胡心棚 好 ok 那么也就是说 这边已经把它分割出来 我还是可以组合的 怎么组合 叫 str 加等于 impro 按照什么组合呢 我按照 先按照警号 我们来试一试 直接放email 最后打印出 这样就可以了 看一下 yc60.com 警号 gmail.com 所以这边应该用什么 add符号 好 所以说 这是两个互相 互相转换的一个函数 切割和组合函数 切割和组合函数 那么下面这个函数是不太好理解的 但是用途也不太大 根据个人的情况 因为这个对英文比较好 对中文的话可能不太适宜 这个函数是叫做取出一些片段 但是它的确是更灵活的 称为令牌 对于一次从字符串通取出一个单词的处理来说 它要比刚才我们学的效果要更好一点 我们看这边 看这边 好 这个例子呢 我们首先先按照它的一步步打 然后去理解 这个例子是不太好理解 说实话 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句话 叫叫什么 i will back home 我将回来是吧 我将回家 i will be back 我是这个中国式英语 中国式英语比较要命 好 那么现在本来我们是想将它怎么样啊 分割开来 你想用分割开来的话 我们用刚才的方法是这么分的 呃 是怎么分的呢 叫做 ar等于 exprod 这个先用什么 空格分 逗号 str 这样就好分了 pred r 然后打印出来 好 把i will be back 全部打印出来 好 这样分开了 i will be back 可是分开了 但是 好了 现在问题来了 我第一个是一逗号 我第二个是个点 我第三个是个警号 你分分开 如果后面再有你还不好分 怎么分呢 这分不了了 只能一个了 分不了了 因为它这个不是单纯的安空格分了 我要按照逗号 这个点 警号来分 那你用这种方法就分不起来了 对吧 所以我们采用了这种方法分 看一下 这边应该有 好 也是切开字不串 第一个放 呃 第一个 它这边就是这个例子 第一个放字不串 第二个是放空格 但是我的 但是我的空格 你用这种方式的话 还是用空格的话 你还不如用前面那个的 对吧 所以你看下面 先你先将它 呃 我们还是先来最简单的 按照空格的来啊 等会再按照这种的 呃 这边呢 是按照单引号空格 那么这时候打印出 它 它第一步呢 应该来说是将 已经将这个第一个渠道了 你第二次呢 你第二次再来呢 你第二次来呢 应该还是取的第一个 我们看看对不对 第二个还是取的第一个 因为它的指针没有下一啊 指针没有下一 而是重新建了一个 而是重新来那一次啊 但是副本了啊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应该怎么样才能下移呢 直接的啊 不要这个转 str了 直接来就行了 所以说你这边直接来 str str 直接来这样子 再把它复给 ok 好 第二次的时候就直接来 它会记住是这个这个了 所以你这边呢 我们再打印出 这样子的话 会把这个 wear给打印出来啊 有这种方式就好办了 什么方式 循环 所以这个也不要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循环了 叫wear 当什么存在呢 当中字符串是存在的 对吧 你可以给它加两个感叹号 你可以不加 因为这边没有复制 它本身就是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本身呢 如果有有数据的话 它就是个不耳者为真 所以你这边就直接打印出 talk 然后点上一个 br 打印出第一个字符 第一个嘛 取得的空格 肯定是取得的i 打印出i 然后呢 我取 我按照空格取 下一个单词 这个空格已经找到了 取前面一个空格 和中间空格的字符串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再取下一个字符的时候 就talk 等于什么 直接担印号 你不要再把那个字符再拿 字符再拿进来又重新开始了 明白吧 所以直接就什么 空格 里面就放一个就行了 就不要放两个参数了 放一个参数就够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 第一个不要 I will be back 第一次循环 回来 再取一个 第二次循环 再取这个 好 那么这个跟刚才我们这个方法没什么区别吗 对吧 但是你也把它改成 改成逗号 点 锦号 我们再来看一下 哎 这样就不行了吧 分不开了 所以你这个地方的更非常好的地方 逗号 点号 锦号 好 下面也是的 哎 可以这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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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能分开来 又能分开来 所以你用下面这种方法应该是分不开来的了 分不开来的了 我们可以试一试 嗯 逗号 点号 锦号 好 分不开来吧 好 这个是分不开来的 明白了吧 OK 那么这个呢 切割 两两种切割 我们都讲过了 上面第一种切割 比较单纯一点的切割 不是很复杂 下面一个呢 可能会更灵活 对吧 但是一般来说呢 做的东西不会特别的灵活 如果说遇到的话 就用这个是比较好的 好 后面还有两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函数呢 允许我们访问一个字符串的起点和终点的子字符串 呃 这个函数并不适用于我们的粒子种 是粒子种 但是呢 当需要某个固定格式的字符串的一部分 它会非常有用 比如说 我们还是用yc60.com吧 好 看一下 Demo9 好 老规矩先把前面这一段复制过来 好 这个拿到了 呃 全英文是吧 换一个 错了 反了 好 取部分字符串 取部分字符串 第一个呢 是字符串 第二个呢 是什么 star叫开始 从哪个地方开始 第三个呢 是长度 ok 明白了 很容易明白吧 嗯 我打印出 我从第一 呃 我这个先是字符串 然后从第一个字符开始 我取一个 我看看什么东西 Demo9 是不是c吧 诶 怎么会是c呢 从第一个开始吗 他是c 所以这个1呢 你要搞明白 是从0开始的 我看一下 对了吧 啊 所以这边要搞一个问题啊 呃 中间的参数表示开始的位置 对吧 啊 位置是从0开始的 0开始的啊 最后一个参数是取出的个数 个数 比如说取几个啊 取五个 yc6点 好 比如说从第五个位置取五个 come at g 明白了吧 啊 就这个函数 这函数还是很简单的啊 很简单的 取多少个位置 从第一个位置取三个啊 就这个 下面一个叫分解字符串啊 Spring 对吧 返回一个数组啊 各个元素中包含了参数中的一个字符串 返回一个数组 但这个呢 不太适合中文 应该说 英文的 我们看一下 都分别看一下吧 demo 10 还是this is教师对吧 this is a teacher teacher 好 然后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嗯 第一个呢 就str 可以了 返回的数组 你直接打印不出来 所以用period printr来打印吧 好 运行一下 demo 10 可以了 嗯 一个一个的拆开来的啊 一个一个的拆开来的 中文是可以的吧 嗯 他把空格也拆开了 我们换一个中文呢 它是无奇 嗯 这边就变成这种码了 所以我们把前面刚才用过的那个什么 之前 demo 4 看demo 3 有了 jbk这个码拿过来 然后全部关闭掉 然后打开第10个 它是无奇中文吧 刷新一下 好 中文不太好取 因为中文是两个字节 对吧 两个字节 它这边取半个就看不见了 取半个就看不见了啊 这个还不太适合中文 好 我们继续玩玩看 下面有个叫做逆字字符串 逆字字符串 那么可以将字符串逆过来啊 逆过来 我们看一下 demo 11 还是刚才那个 取过来吧 然后呢 直接打印出str r e v 两个r 注意了啊 刚才那个地方写错了 等会我更改一下吧 更改一下 这个呢 打印出11来 this is a teacher 反过来了 对不对 那么同时呢 中文我们再试试 能不能中文呢 中文也应该看一下 好 就逆不过来了 对吧 他逆过来 他是半个半个的逆的 主要 这边是按照什么 一个一个过来的啊 半个半个逆的啊 好 中文的问题呢 之后我们再解决这些问题啊 好 那么一说 目前来说呢 我们这边 基本上 呃 对英文来说还是可以的 中文来说呢 我们这边是有一点的问题啊 有点的问题 我们会用其他的函数来代替啊 代替和解决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先讲到这么多 最后呢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粉丝的若老师 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 我的博客 hi 百度.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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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